6号台风卡努 3小时内已风力10级 登陆韩国的光州与釜山沿海 7号台风兰恩 风力12转14级向北北西移动 我们首先来6号台风卡努 8月10日上午5点 中心位置在北纬34度 东京128.3度 韩国70公里 中心气压970500帕 中心时速100公里 等级中度台风 风力11级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5公尺 阵风12级 7级风暴风半径200公里 以时速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 未来趋势 卡努因为系统在有利环境条件下 以时速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 赤道和极地流出良好 风切变低 海面温度温暖 被干燥空气夹带抵消 预计三小时后 将在釜山以西登陆 与朝鲜半岛的相互作用 将导致24小时内 速度恶化至时速65公里 然后在两天内最终消散 兰安台风在北纬25度 东京144度 日本东京西南海域1350公里 以时速15公里的速度向西移动 中心气压980百帕 中心时速110公里 等级轻度台风 风力12级 每秒30公尺 逐渐脱离附热带高压的包围 海面温度29至30度 风切变低10至15公里 赤道上升气流的催化下 未来几天都是维持在14级左右 目前路径还存在不稳定状态 大致朝西北方向逐渐接近日本 另外 东太平洋的4号飓风躲拉 时速205公里 风力17级 持续时速35公里的速度向西移动 预计明天就会进入西太平洋 被编列为8号台风躲拉 欢迎点赞评论关注台湾竹千辛